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美女如明的學校 這裡在宜蘭 他們的校名叫藍芽女中 這裡剛引進來好多的美女 看了我眼花撩亂 但是我們重點不是美女 我們的重點是我們的音響系統 我們在這個場地裡面 我們一共用了8加4BPS的超級鋼砲 雙12吋加單24吋的這樣的系統 昨天我們整個系統就是48加24 剛從基隆港拉出來 我們今天就剛好有一場活動 我們就把它拿上來試一下 整個性能是怎麼樣的 我們這個系統48加24 如果全上的時候 這個系統大約可以做到戶外 20萬人次的一個大型活動 如果各位未來 如果有一些相關的租賃的需要 或者是一些系統的需要呢 我們也很願意為我們台灣地區的 就是說大家一些同業 尤其在年底 或者是有時候有一些熱門時間 特別需要很多喇叭 人力不足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來用我們的 當然你在使用之前 當然我們也歡迎你 就是來過來見賞一下 我們這個整個系統的音色 我們的整個系統的編組 是怎麼樣的顛覆現在市場的傳統 現在我們就要很近距離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系統 我們現在一邊是4加2 一邊是4加2 它的喇叭就是雙12吋加單24吋的 那每一邊只需要兩台擴大機 那我們現在來到其中一邊這裡來 那憲政列 它的編組的部分就是雙12吋 然後這裡是單24吋的 那這個雙12吋呢 大家以前很多人用過我們這種雙12吋 都很清楚 我們高音的部分的音色的濕增率相當低 然後我們在整個環增度來講 還有它的整個音色的這個 整個傳播的這個距離部分呢 很多人也知道我們是可圈可點的 那我們的外觀也不用講 就是很漂亮 這其實很多人都有跟我們講 你們在外觀設計確實很到位 很有自己的風格 也沒有什麼抄襲的感覺 那坊間很多一些 我們一些在大陸很多那些 音響的那些一場下呢 大部分就是抄 到處抄 抄很多的不同的品牌喇叭 但是我們始終如一 始終堅持我們自己的外觀的路線 那當然也獲得一些客人的好評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 像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我們的整個結構的 安裝方式也是極其簡單的 就是幾個扣環扣上就可以了 這裡是調角度的 我們就每一個地方就是扣四個 就是直接就是插銷 扣上去就可以了 直接堆疊起來 或者是懸吊 當然這套設備呢 我們會更建議是懸吊 懸吊的話 比這樣堆疊來講 整個那種性能部分的差異性 是相當之巨大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來聽一下 我們這個懸吊喇叭 就會知道哇 這個射程真的是不是一般的 限制內喇叭能夠比拟的 它不只射得遠 而且在傳送的 整個音色的品質部分 也是相當的優異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單二四寸呢 這麼深 我們裡面就有一個單二四寸喇叭 這是我們今年全新改良的 一個單二四寸喇叭 它是一個帶通的設計 帶通的設計 它的一個理念呢 主要是我們喇叭放裡面之後呢 我們裡面有做了一個槍體 有做了一個壓縮的設計 為了就是想讓這個低音 不只是前面 在它前面的時候 它的那個感受好 你當你在放 Punch的舞曲的時候呢 你可以感覺到在最後面的地方 也能感覺到它的一個震撼力 是非常強大的 尤其你在堆疊的時候 比方說兩支或四支堆來起的時候 這種感覺特別的讓人覺得很激動 原來低音喇叭也可以做得這麼的完美 那當然它一定會需要一個比較長的一個槍體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的深度是120 然後呢這個地方是80 是80剛好就跟我們的雙十二寸 它是平寬的 然後呢這高度部分是60 這麼巨大的一個超低音喇叭 有85公斤 那你們如果去一般兩個人搬它的話 確實是很吃力的 不過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就是說 還是要有個車去運輸 那這個喇叭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的編組 除了單24 我們還有單21 我們還有單18 依據活動大小 需要不同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配置區域 給你們做一個選擇 那這個目前這一套設備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技術的頂端 技術的旗艦 那你大家看一下這麼大的喇叭 比方說像我們現在高音有四支 低音有兩支 這麼大的喇叭 我們需要幾台擴大機去推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 我們整個系統的整合能力 我一直以來就講 我們的系統整合能力是非常強的 這個系統 一個系統的部分 包含就是喇叭的控制 包含就是放大 包含就是喇叭的應用 包含就是槍體的設計 這個我們叫做系統 那前端的部分就像MISSER 或者是加EQ 那都算是前級 系統的部分就指這個部分 還有功放 那我們整個系統的部分 我們把它整合到 各位聯想來看一下 我們的擴大機都知道 非常不可思議 這麼大的喇叭 我們既然只用了兩台EU的功放 就可以推得動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功放 這兩台EU的功放就在這個地方 一般我們個人建議就是說 放在喇叭附近 就這兩台 這兩台 就在EU的功放 它的深度就是20公分左右 這台 我們就裝個航空箱 拎著就可以來推這個大系統 兩台來功放 然後它的輸出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把它拿起來 點點 來你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 這個呢 就是信號輸入而已 就是你MISS過來的信號輸入 然後link 然後如果你不link也沒關係 那就是信號直接輸入 就是它有兩券 一邊是高音一邊低音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 這邊是高音 這邊是低音 就是你輸入高音 你就接高音出去 就link上去 我們的擴大機這一台 最大的建議的 配置是一台 三台 三個喇叭 三個高音的喇叭 這個 加一個低音 因為我們每一台擴大機 它有不同的參數 對應每一種不同喇叭 所以我們現在呢 整個系統的部分 就是一個單24加三個雙十二一台 然後呢 兩台的話 最大的能量 就可以到六支雙十二跟兩個單24 但是客人如果說你 假如說你現場出了問題的時候 假如說你一台快掛了 另外一台可以把整個4加2帶起來 也沒問題的 只是說我們所建議的 我們所建議的就是3加1 但是事實上一台我們可以帶4加2 所以我就建議就是說大家 一邊呢兩台擴大機 放在喇叭旁邊 如果有突然間有臨時狀況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救急了 沒有問題 只要把喇叭先改就可以了 然後呢你所有的調整 都不需要你花時間去做 所謂的調整 所謂的調整意思就是說 比方說你可能要 比方說一台擴大機不能用的時候 我另外的擴大機 我怎麼樣去執行所有的喇叭 就很簡單 4顆link一路 B2顆link一路就直接接進去 因為我們的擴大機是兩通道的 剛剛擴大機有沒有拍清楚前面面板 我們是兩個旋鈕 那兩個旋鈕呢 基本上除非你要做matrix 要不然的話正常來講打到最大 那前段的部分控制大小 然後呢 如果一台不能用的時候 另外一台的高音就接4顆 另外一台低音直接接2顆 可以做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長時間激烈的運送 適不適合的 我們的標準 3加1 那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樣接過來很簡單 就是MISSER那個地方 直接到這邊 進個money cable money cable之後呢 直接控制到這邊來 只要他目前做的就是 高音跟低音分開控制的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就是把它 分開來送就可以了 那整個我們現場所用的就是 這是4加2 然後這邊也是4加2 一共是8加4做這場 實際上8加4做這場實在太多了 就基本上我可以說 我們坐在前面如果他真的轟你的話 可能會很難過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來試一下這個低音 如果你這個低音的部分 你在他面前感受一下 還有在你遠距離的時候 你再感受一下 他的這種不同的感覺 你在遠距離的時候 居然能夠聽到一個低音 能夠穿到你的心裡面 但在前面的時候 也能夠震撼到你的心得蹦蹦跳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旗艦的超級鋼炮這套系統 確實是很令人稱讚的 那我也期待大家在未來這幾個月呢 既然我們到了這麼大的系統來了 當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來去更了解我們 系統就這麼簡單 我就講完了 我也沒什麼可以講的 就是你信號線拉過來 直接進暗譜 暗譜直接就高低音就分開 然後直接進了喇叭就可以了 救急的方式我也講了 我們的系統的配置的方案也講了 我們的整個 每個系統的部分 我個人建議是兩台擴大機 為一個編組 兩台擴大機裝一個U箱 然後就放在喇叭的後面 放地上放後面都可以 就到時候看你怎麼配置 兩台一落的時候 就讓你可以自由的去更換 或者自由的去編組 你所想要的一些系統的搭配 然後我們的喇叭線的部分 我們個人也是就標配一些 可能是2.5平方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說搞得太複雜 搞到什麼4平方什麼的 然後我們所用的電流 也是非常低的 可能在平均的這種一個4加2來說 可能平均的你的電流的風值 大概最多也就是8到10安培 不得了啦 可能甚至於6安培都有可能 看你本身音樂的一個屬性 是什麼樣的 好 非常謝謝大家 花這時間來觀看我們這個 簡單的短視頻 期待我們未來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討論 對於我們的喇叭系統 有任何建議呢 也歡迎大家隨時給我們來信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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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